战国时期唯卫旧赵的故事 那是非常精彩 想必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吧 其实啊 战国时期还有一段 说卫旧赵的故事 同样精彩 但是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 唯卫旧赵的主人公是孙彬 那么说卫旧赵的主人公 又会是谁呢 赵孝成王时 秦国在长平之战中 打败赵国后 继续向赵国的腹地挺进 那就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 赵孝成王派出使臣 前往其他五国求救 魏国派将军进比 率军营救赵国 但是魏王却畏惧秦国 部队走到汤阴这个地方 就再也不敢前进了 魏王派将军心援眼 悄悄地潜入邯郸去见平原军 想通过平原军去劝说赵国 以臣子的身份 尊奉秦王为帝 这样的话 秦王一定很高兴 就会撤兵离去 邯郸之围也就可以解了 平原军听到心援眼的建议后 犹豫不定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齐国名士鲁仲廉正在邯郸 他听说了魏国的详情计划 就找到了平原军 安排他和心援眼见上一面 首先 鲁仲廉采取了 以静制动的策略 鲁仲廉见到心援眼后 一言不发 两人面对面 坐了一会儿 接下来 鲁仲廉从魏国的国家层面 分析对秦国称臣的危害 他先是举了一个 齐威王的例子 周朝末期 周列王的时候 周氏已经变得非常的贫困弱小 诸侯中没有谁尊重周王氏 也不再去朝拜周列王 只有齐威王 依然诚心地侍奉周列王 他的这份真诚 让大家都非常的信服 后来呢 周列王死了 新即位的周显王 却要杀了齐威王 接着又举了商咒王 迫害九侯 恶侯 文王 等几个诸侯的例子 最后 鲁仲廉又从新元言的 个人角度出发 分析了 如果对秦称臣 魏国定然无法保全 那么作为魏王的亲信大臣 新元言也会大难临头 鲁仲廉运用大量史实 进行分析 惧惧切中要害 终于把新元言给说服了 于是赵国放弃了祥秦的念头 一心一意地抗秦 秦军主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也赶快把军队从邯郸 后撤了五十里 赵军和魏军一起攻进秦军 秦军也就撤离了邯郸 回去了 邯郸之为终于解决了 赵国的君臣非常高兴 想要封赏鲁仲廉 鲁仲廉再三辞让 不肯接受 平原军就设宴招待他 献上千金酬谢鲁仲廉 鲁仲廉笑着说 我所看重和崇尚的 是替人排除祸患 消逝灾难 解决纠纷 而我是万万不能收取这些报酬的 于是他辞别了平原军 就走了 终身不再相见 鲁仲廉积极入室 关注现实 是功名利禄如浮云 把君子谋道不谋实 优道不优贫的价值观 付诸实践 一生致力于 为人排忧解难的社会活动 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表现出超脱世俗的 风骨与节操 当然也就赢得了 世人的称颂和敬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